各位大家好 我是巴西老師 那這一位是我學生Eason的媽媽 那可能想先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是2019年嘛 現在大概5月多嘛 那Eason大概是什麼時候過來上課 5月大概3號左右吧 5月3號 所以他來上課多久 大概三週 三週 對 三週 好 那這三週你覺得他的轉變是什麼 就是他從不喜歡英文課到喜歡上英文課 這是最明顯的改變 為什麼會有的喔 你有沒有特別的例子 或是你哪裡看到這種轉變 就是說他以前他說要上英文課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又要上英文課 他就會有點沮喪 感覺好像沒有很寂靜這樣子 然後現在是算原本兩天變五天的英文課程 對 可是他就每天很期待 然後上課也很開心 然後下課也很開心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跟以前不一樣 然後每天很期待 你是怎麼感覺 就是跟以前 就是以前會說 為什麼又要去上英文課 然後現在就是不會抱怨了 然後他還會跟我就是分享說 今天下課也會跟我分享說 我今天英文可能考一百分喔 然後老師或者是老師有給我什麼獎勵啊 然後他也會跟我講說 我今天有舉手喔 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他也會跟我分享說 同學他聽不懂 說同學會跟他反應這樣子 然後他覺得還蠻開心的 對我們這邊是全英文上的 那他一開始 以前不是這樣子上的 以前不是不是 他以前是比較中式的教法 就是老師可能會 也會帶著念句子啦 課文 然後可是就是 還是會有傳他中文這樣子 對 所以這邊一開始全英的時候 他是 他會害怕 他會害怕 然後他也怕說 我不會說 會不會被同學笑 那我說不會 因為大家都是從不會到會 那你只要慢慢練習 不要害怕 那個沒有人會笑你 這樣子 所以他就慢慢慢慢的 他上這三個女生 你有聽過他被同學笑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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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沒有 沒有沒有 他都沒有 他都沒有跟我講 我說那你聽不懂怎麼辦 他說我不會問同學啊 然後如果我真的聽不懂的話 那Russie老師也會請同學幫我翻譯 但是老師還是講中文 還是講英文這樣子 對 我應該不會在他面前講中文 因為這是上課的方式 他說老師都沒有說 沒有說中文 他聽不懂還是會請同學幫忙 這樣子 幫忙翻譯這樣子 因為剛開始他可能 這種全英的環境 他會有一點 可能還不太能適應 對啊 因為對以前教法不一樣 還好吧 安排在對的同學旁邊 都會去教他 同學都很熱心 然後都會跟他說這樣子 對啊 所以那這樣的話 你覺得 據說你好像之前跟我提到 他說上這邊上課是比較輕鬆 跟以前比較有最大不一樣的 就是以前上課的時候就是要比較 比較拘謹嘛 然後就是上課可能不太能夠 就跟同學交談啊 然後或者是說 比較少遊戲啊 歌唱 他們可能比較著重於就是 就是比較傳統式的教法啦 知識的傳達 對 教學的教法 對 那他現在就是說 可能老師會跟同學聊天 然後大家背中課文也是很大聲 然後就是一起然後很歡樂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就比較輕鬆 他就不會覺得說上課好不聊 然後就是都在就是不一樣的感覺這樣子 對啊 他覺得很可憐 你知道我都會穿叉 對對對 一些高年級的人來幫我翻譯 然後他們就這樣聊天聊天 就是好像跟老師聽故事 這種方式比較生活方式 讓他們慢慢學到一點 學到一點 每天就覺得哦 原來是這樣子英文這樣講 那比較用生活方式的這種過程 讓他們去理解這個 這個是我比較喜歡做你的方式 因為其實我也希望說 他學英語能夠比較生活化 真的能夠應用在生活上 也不是說就是很自私的 只有背單字 然後只會在考試券上的作答 對啊 因為他以前的成績是不差的 就考試出來的成績是很漂亮的 那就是記憶版 那很多就是缺錯一些單字啊這樣子 但是你真的要他運用在生活上 然後基本上很少聽到他說 他也不敢說 他也不知道怎麼說 對啊 很多就是看著就是課本 然後念 這是OK的 對 那我的目標 我是希望說他可以真的寫愛上英文 然後可以讓他就是很生活化的應用 對啊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他一開始來 你說他第一天也蠻害怕 對啊 對啊 他還跑去躲起來 躲起來 對 跑去躲起來 然後來了兩三天以後 兩三天以後 就是我現在以前我都還要陪著他上來 就是不用到進教室 只是要在外面陪他 那現在我就是我可能都不用上樓了 就是直接放他下車 放牛吃草 對 我就說那你自己上樓 我就OK 然後下課就是我就在我家等他 對 然後你說他回家還會 你說說在廁所有沒有 洗澡的時候 就是說就是某一天啊 那上課一兩週左右吧 就是有一天他在就是在家裡洗澡的時候 然後我跟爸爸就是聽到他在浴室裡面 唱英文歌曲這樣子 我在想那個英文歌曲應該是上課的一些 就是那個俄歌這樣子 對 對對對 然後說我蠻訝異的 因為我就是說 在那個狀態之下是很放鬆的 然後他可以噴出英文歌曲 代表他就是應該有真心習慣 然後有把他寄到心裡面這樣子 然後他可以唱出來 對啊 我也蠻好奇 哪一首歌 可以現在錄 我不記得 抽抽泡我錄一下 如果他會唱我把他錄起來 對啊 我想 因為他就是片段哼哼哼哼哼哼哼唱唱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聽起來是英語音音音語的歌詞 對 這樣子 你以前從來沒聽過 沒有沒有 除非是是說他老師要求然後他們要唱一文歌 對 這樣的狀態才有可能去背送 可是那個是背送不一樣的 我說的是因為他是在很自然放鬆的狀態之下唱出來的 因為他在一些洗澡的時候他還會唱一些就是中文的耳歌啊 或者是中文的一些流行歌曲啊 對 對對對 就是也會很很常常 但是是第一次聽到他在洗澡的時候唱英文的歌曲這樣子 所以我們那時候真的是跟爸爸在廁所在外面傻眼 沒有聽到 他剛剛在唱 你是英文嗎 我說對呀 好誇張喔 還上了一個禮拜而已耶 一個禮拜喔 大概一兩週的時間 的時間啦 因為他現在上不到一月啊 對啊 我就覺得他已經有一些 很不可思議的轉變這樣子 其實你不是我這學期聽到 幾乎第三第四個這種 這種例子 真的嗎 結果自己很好奇 這為什麼會這樣子 怎麼這樣 我覺得就像你 就是整個同儕吧 然後環境啊 可能大家都很快樂 我覺得快樂的學期 定理就是很就是那種嚴肅的交往 其實我給的東西蠻多的耶 真的嗎 對啊 可是我是每天一點一點一點 可是累積起來其實是 量是蠻大的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方法蠻好的 因為可能因為你課程是每天 一禮拜就一直走 那每天就一點一點一點 總比那一個禮拜上一兩次 然後一次給很多 雖然他那個量沒有比整 整個禮拜通頭量來得多 但是我覺得這樣想法比較輕鬆 比較多壓力 對啊 我怎麼會用另一個方式來呈現 我覺得方式很重要 每天好像一不多 可是實際上他一個禮拜量 其實不少 是不少的 對啊 做一禮拜如果四個單字 五天就二十個 二十個 然後我每天上課 然後又要寫作業本 又要寫另一個 我們怎麼會兩三本嘛 其實那個量不少 對啊 他們學習量已經不少 他回去就有聽說 我功課在課完 他們就熊啊 然後被單字有時候 他大概被不用十分鐘 他就說我都會啦 然後我有時候就是可能睡前再複習一次 早上起床再複習一次 上課前再複習一次 你就會請他那四個單字被出來 就是對 我是每天 現在是每天考四個單字 對 那你也知道我從來不會 我都鼓勵他們 我從來不會因為分數去懲罰 那為什麼我從來沒有 對 那我主要是讓他們不害怕 對 不害怕 不害怕去被單字這個動作 對 那你就慢慢進步 對 對 我一開始就跟你講 對不對 所以讓他們慢慢進步 不害怕這個動作 久而久之他們就會 欸 慢慢發現 欸老師不會懲罰欸 欸可以 有獎賞來講 有獎賞 然後小朋友自己會摸手出來一套 對 那我就順著這個系統 我就慢慢增加慢慢增加 對 他就是他很開心 像說今天下課的時候 他就想說 我今天拿到一張貼紙了 我今天又跑一百分了 然後就會很開心 對啊 然後我甚至於就是說 可能隔兩三天了 上面的 之前學的單字 我還會忘記 那我就算叫他複習 他也不會 就是 開堂去這樣子 對啊 因為我覺得他 就是那個學習的態度 跟你是比較快樂的 對 可以成功 OK 那今天非常希望 非常謝謝媽媽 那我想問一下 像這樣子的學習狀態 還有這樣的課程 你會最近給你的其他的朋友 會啊 對啊 因為他就是原來的英文班 有幾個學生 就是想要轉換房間 所以我也有跟其他家長性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很棒 對啊 好 今天謝謝 非常謝謝Edan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